另外一半在房間 有什麼特殊行為 讓妳哭笑不得了 我老公大便棒賽 一定要我在門口陪他聊天 不然就是洗澡的時候 大聲唱歌也一定要我在門口陪他 說讓我享受那個 搖滾區第一排的感覺 一開始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到最後真的是覺得 妳夠了沒 有 我有一任男朋友超怪 他甚至很喜歡叫我 聞他的腳或是腋下 然後我就聞他的腋下 然後我就說很臭掉了 然後他就說 快點 還有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 然後我就說我不量 然後他也會弄 就是手把我尻過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天啊 就真的很臭 然後就 曾經我有一任 前男的他真的非常的特別 他很喜歡寧心花露水的味道 他覺得寧心花露水的味道 可以消毒 很香 聞起來又很療癒 可是呢 我每次走進他的房間 我就覺得那個味道很重 聞久了真的覺得頭很暈耶 我知道有些人睡前會聽一些 慶音樂或是白噪音 幫助睡眠這個 我覺得都可以理解 但是呢 我的另外一半 有一個特殊的行為 讓我非常的痛苦 就是呢 他睡覺前一定要聽 重金屬音樂入面 可是那個一直冰冰飄 那怎麼可能讓人家睡著 所以他每次放完整張專輯 他睡得很好 可是我卻越聽越清醒 你重金屬怎麼睡 我沒有重金屬音樂 你那個正好睡他突然音樂放 媽 媽 媽 那個誰 這是哪一團 我忘記 我不知道 皇后 對 我每次唱的時候牙齒飆出來 媽 好可怕喔 我這裡 媽 有嗎 你好像是好賭命的 不是 多厲害 多文具那種 對啊 算討債的吧 不是很小 芝加 我是 特殊經文讓你哭笑不得 因為我老公是一個很奇妙的人 就是他不能看到腳趾頭 他連自己在家都會穿著襪子 然後拖鞋就是一定要就是這樣子 包住腳的 就是要這樣子包住 因為有些像你這樣子的 不行嗎 他就會說 你腳趾頭露出來了 他為什麼不能看腳趾頭 他就說他覺得看到腳趾頭 他很不自在 所以 看到你的腳趾頭 不是他自己的 都不能看到 對 他都不能看 就都不能看到 所以他自己都會把襪子穿著 那他會吃雞爪嗎 他那個腳趾頭 是很奇怪 然後是他只要 他只要在路上看到有人穿拖鞋 然後腳趾頭 他就會這樣嚇到 這樣沒辦法去海邊耶 一起洗澡不會怎麼樣 但是就是他如果 譬如說你身上都包起來 但是腳都包起來 對 他就會 注意力會看到那個腳的地方 我們睡覺的時候 他就是一定要這樣 譬如說 兩個人這樣彈的對不對 他一定要 手一定要這樣 就是一定要 碰到你 對 就是一定要放在一個 身上的一個位置 對 他就會這樣 然後他最可怕是 安全感 他會放在這裡 你會覺得很不自在 你會覺得很不自在 因為 會有點癢 因為這一塊會這樣癢 然後他就會這樣子 他就會這樣抓著 對 然後我就會這樣 幹嘛啦 他就說 然後 然後他睡著 可是我很不自在 因為你就會覺得 這邊有被牽制住 就是好像 有人這樣 抓住你腋下的感覺 對 然後你就會說 可以不要放這邊嗎 然後 他就會這樣 好 然後下一點 根本沒超別 你知道嗎 他就會往下一點 玉琳哥 我問你 如果芽芽要這樣子 我不會怎樣 高興啊 高興啊 你有人碰你就高興是不是 你不用整一下 越來越低 妳腦工算客氣了 你沒聽那個 曾雅蘭在講 侯昌明睡覺的時候 是已經這麼多年 到現在都還是一樣 他是直接 他直接包住 這是一種安全感嗎 他是爸晚上他小偷 你是說 對 雅蘭姐這樣子 對啊 他就習慣這樣 好怪喔 也是有這種人 而且如果像我穿這種長袖 我都是碰不到肌膚的 不行 這個一定要碰到皮 對 他就會這樣子拉開 然後他就是一定要這樣 他碰到肉 這樣子 就這樣放著 我也是會啊 就是 你也會這樣子 我會碰他的腳 你會碰他 對 膝蓋這樣子 在很下面 就摸住膝蓋 所以我們這樣躺對不對 所以我 我就是手勢在 你又睡了 你又睡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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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這樣 沒有啦 他知道我喜歡碰 他會自重把腳抬上來 我好公就是那種 喜歡蒙住自己的眼睛的 因為沒有 因為我一定要登 我睡前 我跟你一樣 我都會放這個香香的 我一定要這個 我一定要開這個 你看如果有光的時候 我老公就這樣蒙面 我老公也不能有光 他不能有光 可是我老公很過分 他不戴眼罩 他就要求我 把整個房間弄得全黑的 我沒辦法 我會怕 全黑 我真的 我會怕 全黑 我會沒有安全感 然後我會做噩夢 這個是怎樣 就是他 他就一定要有 他一定要把臉遮起來 他全身可以不要蓋 他就是要遮臉那一種 那開燈你睡得著嗎 開燈我睡得著 那是一種安全感 可是他就會睡不著 開燈我也睡不太著 真的嗎 真的 他也很奇怪 他不喜歡戴眼罩 他寧願用那種衣服這樣 對 整個通血這樣 但我就覺得眼罩就很可愛 你看就會有 像這樣一整組的這樣子 你這個真的戴一整組 連從頭到腳都一樣 花生都一樣 你真的很浮誇耶 這眼罩好厲害喔 真的 因為我都睡一睡又吞 對啊 看到了 這是誰那麼亮 對 對 就是這樣 就我覺得還是要有一點小東西 就是我一定要有這種 蠟燭 我是一定要 我要有香味 對 然後燈光 我最討厭 我有認男朋友他很喜歡 在上大號的時候跟我們聊天 我很不喜歡 聽人家上大號的聲音 他門要打開這樣 沒有人家門都會打開耶 可是有一些人可以接受 像我爸媽 他們就會這樣聊天 不管是上大號還是洗澡 我爸媽也是這樣耶 我不行 不管是那種 還是蹦蹦蹦 我都不喜歡 但是一開始熱戀期就會 或是假裝OK啊 然後就會陪他聊天 但久了之後就會覺得很煩 然後我覺得最恐怖的是 我那一任男朋友會叫我去看他 因為是說今天是條狀的 或是一粒一粒的 或是 你看我有吃火龍果 所以今天出來是紅色的 妳看他 他會看妳的嗎 也會 然後我就說 不要進來 不要進來 我覺得很恐怖耶 婷筠他有一個地方 我很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因為我們剛交往的時候 熱戀期嘛 有一次我在睡覺的時候 奇怪 我就想說 奇怪 我腳底板那邊怎麼癢癢的 結果眼睛一看 他躲在角落那邊 聞我腳丫子的味道 我就說 他怪屁啊 我就說你幹嘛啦 他就說 沒有 我覺得那個味道好香喔 Oh my God 重點是 不要洗腳 唉唷 這什麼味道 這什麼味道 什麼人的我都不行 但是只有另外一半 或者是現在小朋友的 我可以 那是吃到野狐子耶 那我顆你沒有洗過腳 或是香的 我聞看看 那我不行 不是 沒有 結果你就倒了 因為到現在 我還是會喜歡這個味道 然後如果沒有香 我就沒有臭 我就跟他說 今天不夠臭 那你現在聞一下 那是荷爾蒙的味道嗎 今天還好 你是喜歡 那個腳中間那個咧 那個夠 其實不用 因為只要腳皮厚就可以了 你們真的好相愛喔 我不行 今天真的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我喜歡一些特殊的味道 像我也喜歡加油站的味道 那你喜歡腋下嗎 腋下還好 腋下的還好 因為這共通的 你一定也喜歡 鹹魚的味道對不對 就是喜歡一些 臭臭的味道 對... 很療癒 你看你下次那個朋友又來 你就叫他 你那個... 你那個... 你那個超腳怪朋友啊 對 恐怕 超腳怪朋友 介紹給他 可以... 給他問個go 你就說我這個朋友又來了 他也很奇怪 他有時候半夜 他就是... 他不可能一覺 就是像我們有時候一睡 就是一覺到天亮 他半夜我都有隱約 感覺到他起身 但是我就是不知道 他到底在幹嘛 然後有一次他就起身 很久很久很久 就發現睡到一半起來大便 大完了他又繼續洗澡 所以他是 他睡到一半居然起來坐 那時候大概幾點的時候 應該要有兩三點吧 兩三點坐 我就想說他在幹嘛 然後這個就算了 他還有一個 那個大便都騙你的啦 坐在那邊 五塊兩歲啊 我也想說不知道在幹嘛 對 然後還有一個 他那個零食啊 永遠都會被他媽媽鎖在櫃子裡 或者是我們家零食 我也會偷藏起來 但是他自己就會發現 有零食 他會藏在他自己知道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醒來 發現他不見 你就會看到 有一次我人無可忍了 我就是決定要抓到他的證據 所以我有把他錄下來 來... 半夜 好恐怖喔 是不是同一套衣服 同一套 同一套嗎 就跟你說同一套喔 真的啊 我在家裡真的穿這個 可是半夜真的餓到自己 沒有 不知道就是 就是好像從高... 直高中那個時候 就養成這個習慣 所以你精神狀態正常 因為他快看起來很像夢遊 我一個朋友 他老公就是這樣 他半夜起來打開冰箱 然後吃... 你知道一覺醒他老婆說 好奇怪 他們剛才看他在夢遊 打開冰箱看 你知道他吃掉什麼你知道嗎 吃喔 夢遊嘛 所以他是不知道的狀態 裝進肚子裡面 他不知道的狀態 夢遊 對 好可怕喔 你也不知道你在裡面裝了 我知道啦 我那邊有說你在幹嘛 我真的想有遇到一種就是 我真的覺得我沒辦法睡覺 第一個就會搶被子 然後第二個就是他會 男朋友 睡覺...突然睡... 他會打你這樣 他會 他根本不知道 他就是會大手大腳揮旁邊的東西 然後他也沒有意識 回到剛剛那搶被子 因為我剛剛有聽到 是不是子媗也會搶被子 我會搶被子 你知道搶被子很痛苦 因為 然後所以我到最後就很可憐 我就只能那種 一個小腳腳 然後這樣蓋 蓋在肚皮上這樣 那我搶不過啊 我跟你講 你睡睡袋 怎麼常常這種 睡睡袋啊 這個每個人睡覺的怪癖 不太一樣 對啊 他要跟誰在一起 就是得要習慣要接受 對啊 那我們林安 來 林家女孩 你的數位專輯 你就跟剛剛一樣 你就邊走秀邊講 來 預備 go 這是我的第一本 寫真林家女孩 目前已經在這次 宋偉平台上架囉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來 謝謝大家 謝謝來 最好可愛 三連拍 好 三連拍 三連拍 最後一招來 什麼都輸啊 憲哥 你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很棒 不要理他 很棒 真的 謝謝 謝謝 恭喜 恭喜 好棒喔 為什麼 怎麼都亂來的 每個外拍女孩都知道 我已經知道 最後一天都要發作結尾 我今天有的 好賞的 我們從來